全方位保护的踏板 前后车灯 高保质的蓝牙音箱 虽然听上去很非常复杂 但是其实拆解会非常简单 现在由我来带领大家一一演示 拆解V3产品 接下来我们会用到如下的一些工具 包括5毫米 4毫米和2.5毫米的板手各一把 梅花板手一把 一字螺丝刀和十字螺丝刀各一把 还有一把小工具刀 同时我们还要准备一个储物盒 以便储藏拆下来一些零部件 接下来我们第一步拆的将是拉杆 先大家会把拉杆拉出 会看到在拉杆的前后侧各有两颗螺丝 接下来我们第一步就是将把这四颗螺丝拆下来 对 好 待大家拆解完这四颗螺丝之后 我们接下来做的动作就是把这个把手跟杆分离 在分离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小心被刮伤 好 同时呢在分离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把这两根钢丝要尽量留在管中 接下来还会用到这两根钢丝 好 这两根钢丝要预留在管中的目的 接下来是方便我们将这两根钢丝压下 然后把钢管缩到最低处 这样就方便我们拆解钢管旁边的前后两个螺丝 一共四个 好 当大家把这两根钢管缩到最底下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两根螺丝拉出 现在就方便我们拆这里两颗 包括这里两颗一共四颗螺丝 一样还是用我们之前用到的十字螺丝刀 好 当我们拆完这根拉杆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拆解这个踏板 踏板现在我们第一步需要的是一根四毫米的板手 这个是轴层最底部的这里的螺丝 好 当我们拆解完踏板下面的轴层上的螺丝之后 我们踏板两侧还有两颗隐藏在橡胶包围圈里面的螺丝 首先我们需要用手将两侧的橡胶圈掰开 以暴露出两颗螺丝 现在我们需要用的是五毫米的板手 好 当大家拆解完两边的螺丝之后 可以继续用我们手中的五毫米的板手 将从一侧将这个转轴层顶出 转轴层拿出之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将踏板取下 踏板取下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连接处 还是左右两边各有一片垫片 大家可以用轴层轻轻地将垫片取下 以防丢失 好 拆完两边的这个踏板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这两边停车垫的拆解 就是这块黑色部分 停车垫各有两个螺丝 就是一共四个 我们现在需要用到的是这个十字螺丝刀 好 当大家拆解完这个停车垫的螺丝之后 现在我们就要轻轻将前后的停车垫取下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拆这个保护垫 现在我们用我们手中的一字螺丝刀 拆解这个前后保护垫 用一字螺丝刀从保护垫的一角轻轻撬起 然后慢慢将整块保护垫撕下 在拆完保护垫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拆解前后的外壳 好 每面的保护壳上有四颗螺丝 我们现在需要用到的是四毫米的板手 将这四颗螺丝拧下 好 OK 现在我们拆完这四颗螺丝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拆面板上另外一颗螺丝 这颗螺丝是靠近我这个线槽这一部分 是在这个充电面板这一侧 接下来我们现在用到的是2.5毫米的板手 好 当我们拆完这颗螺丝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拆的是充电面板这一侧 一上面logo底下隐藏了这颗螺丝 现在我们需要用我们手上的美术工具刀 从logo这一侧 将logo轻轻撬起 暴露出隐藏在底下的这颗螺丝 同样呢我们也是用2.5毫米的板手 将这个螺丝取出 在拆完logo底下的这颗螺丝之后 我们还剩下面板上这一侧面板上面的三颗螺丝 是靠近在我这一侧 这边三颗螺丝 也就是说一侧面板总共需要拆五颗螺丝 同样在另外一侧面板 也是同样需要拆相对应位置的五颗螺丝 好 当大家拆完这面板上的五颗螺丝之后 我们现在接下来做的是取消充电面板 注意是充电面板 当大家取下充电面板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连接线 大家注意看看 连接线在充电这一侧 所以说我们将面板轻轻撬起 大家可以看到连接线在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将连接头取下即可 好 充电一侧面板将会轻松地被取下 好 当我们把外壳拆下 自此我们所有外部的配件都已拆解完毕 外壳拿下来之后 大家看到的内部的组件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内部的这些配件 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到内部配件的一一拆解 在视觉画面上面 大家看到的最大一块就是我们的充气轮胎 接下来旁边黑色两个部分是我们高保证的蓝牙音箱 同时这一块黑色占比较大面积的是我们的电池组件 在前后同样有我们的前后车灯 在上面这一块是我们的主板 接下来拆解部件之前呢 我们是首先拆解电池组件 但拆解电池组件会让大家非常注意到 我们首先要让车体跟电池断开连接 让车体整个断电 断开连接的连接线是位于之前拆解的线之后 这一条大家注意看 轻轻拔出即可 同时现在需要让大家非常注意到的是 在靠近我这边三根带有颜色的电线 目前我的最远端从左至右分别是黄绿蓝 大家一定要注意记住这三根颜色线的顺序 因为在热厚力复原的过程中 一定要按原位复原 否则车体将不能正常工作 好 介绍完这些之后 我们接下来会拆解电池 电池拆解主要是旁边的两颗螺丝 我们下件下面为大家演示 好 当电池旁边的两颗螺丝拆解下来之后 现在我们需要将电池取出 取出过程中需要将所有车体跟电池的连接线分别拔出 然后将电池轻轻取出即可 好 到我们拆解完整个电池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拆解是这个拉杆跟整个电池的连接线 现在我们将车立起来会比较方便 在拆解之前呢 我们首先需要将这根电池的连接线 从下颗点当中穿出 穿出之后 因为整个电池的连接是非常紧密 再从下颗底再将这根线慢慢顶出 拉出 接下来双手靠着这个前后车灯的地方 将整个轴层掰开 即可将整个电池取出 好 当大家取出整个轮胎和电池组件之后 可能有的客户需要更换轮胎 那就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下连杆跟我们的拉杆 还是连接在一起 为了方便更换轮胎呢 我们需要将下连杆跟拉杆分开 以方便把这个部件取出 这边有一个螺 其实前后各有一颗螺丝 我们只需要松开一颗螺丝即可 现在这个拉杆跟下连杆之间 轻轻用这个榔头或者是你的螺丝刀一侧 轻轻敲开 这个非常轻松地将它取出 好 好 当我们取下我们的下连杆跟拉杆的这个部件之后 如果需要进一步维修轮胎 先需要找到我们轮胎的气嘴 将整个轮胎的气放掉 因为我们是内外轮胎 可能需要用到一字的螺丝刀 从边缘慢慢将外轮胎取下 同样内轮胎也是一样的方式取下 如果有客户需要进一步拆解我们的电机 那需要用到我们的梅花板手 将我们轴连接杆中间的螺丝取下即可 好 在此我们不做进一步的演示 在我们的外壳剩下的部件中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蓝牙音箱 及我们的前后车灯 在蓝牙音箱的两侧还有两颗螺丝 在音箱的一侧还有一颗紧固的螺丝 只要我们将这三颗螺丝取下 就可以将这所有剩下的部件分别取下 当大家拆解完我们的蓝牙音箱 以及前后的车灯之后 如果还有朋友想进一步拆解我们的充电电板 以及传感器板 需要将两块板中间的连接线断开 同时松开固定在这两块电板旁边的螺丝 至此我们已经一一向大家展示了 热型V3的外观以及内部的结构 以及所有的拆解方法 如果还有朋友不清楚 请参考我们的官方网站 从现在开始加入热型的大家族 来体验热型产品的酷与炫